哈喽兄弟姐妹们,自从踏上港海这条路啊,我全家都为我操碎了心,农村人嘛都比较好强,老是怕自己抓的东西啊比别人少,今天爷爷自制了铲子啊,让我试一试,果然姜还是老的辣,不一会就抓了好多,这个视频啊就给个双击吧,爷爷看见这么多小爱心肯定会很高兴的,喜欢大海的关注啊,看我跟爷爷们啊,今天给大家来抓大虾来了,有老铁啊,总在断着底下评论啊,说是自买自挖的,我想说啊,我这断着真不是自买自挖,这真是我自己抓的啊,你们可别上当受骗啊 有老铁进来看到抓这么多大虾啊,反正我就给来了一个双击啊,因为他知道劳动员民是最美的啊,有的老铁还能不能加了一个关注啊,来看我 咱们兄弟们,大海里的隐藏高手,自带吉利福的就是他了,多宝鱼,伴随着身体的一阵抽搐,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,因为他已经藏进了沙子里 如果你手机还有电,能不能给我个双击,算了,天天要也不给,给个关注吧,看我刚才段时间咯 这是那桥被海浪冲到岸边的那桥大雨啊,这是雨使出有点重,为了九牛二虎之力啊,给拽了半千,给拽了出来啊 认识的快手朋友,下方评论一下,啊,呼吁大家保护海洋环境,同我做起,来海边游玩的时候别乱扔垃圾啊 大雪过后的天气那是极其寒冷,也没有阻挡这些阿姨上岛跑海粒子的热情 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,创造着属于自己美好的生活,进来的各位男神女神 如果您现在连接的是WiFi的话,请留个双击,如果连接四击的话,那就算了,留着流量,三点半开我直播开开吧